第22课,你去哪儿了? 听力 一,听力理解 一,听句子并选择正确答案 一,李明爱,你问老师了吗? 这个题怎么做? 他想知道什么? 二,小黄大学还没毕业呢 小黄现在在做什么? 三,这件衣服不贵,颜色也不错,但是大了一点 说话人对衣服的什么不满意? 四,你去哪儿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晚饭以后不能马上打球 他刚才可能做什么了? 五 波维,怎么不睡觉?快休息吧! 书可以明天再看 从这句话我们知道什么? 六 丁蓬,不要哭 这次考得不好,没关系 下次再努力 丁蓬,为什么哭? 七,我参加HSK考试了 我觉得考得还不错 一个月后就可以知道成绩 下面哪句话呢? 下面哪句话是错的? 八,波维,丁蓉的电话 他很急,你快点 说话人让波维做什么? 九 你找波维,他不是回国了吗?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十 黄色的有点长 我要一件短点的 这件白色的不错 说话人在买什么? 二 听对话并选择正确答案 一 李明爱,你昨天怎么没来上课? 我同乌病了 我陪他去医院了 李明爱为什么没来上课? 二 喂,你好 请帮我找一下丁蓉 他去上课了 你晚上再打吧 他们在做什么? 三 李明爱是不是回宿舍了? 老师不是让他去办公室了吗? 李明爱去哪儿了? 四 你去邮局的时候帮我买两个信封 另外再买五张邮票,好吗? 你桌子上不是有信封吗? 从对话,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五 你姐姐怎么还不回来? 她刚才就回来了 那个时候,你正在做饭呢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六 你觉得这张画怎么样? 这张有点大 旁边的那张小一点儿 而且也很漂亮 我就要那张了 他们在说什么? 七 丁蓉 你怎么还没走 不是六点就下课了吗? 我还在写作业 现在可能是几点? 八 丁蓉 你去医院了吗? 一点儿小感冒 我自己去药店买点儿药吧 从对话中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九 今天不是周末吗? 你怎么还去教室? 今天是星期六啊 我还觉得是星期五呢 今天星期几? 十 这药怎么吃? 白色的 一天吃三次 一次一片 红色的 一天吃两次 一次两片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三 听后填空 一 你明天不是不要上课吗? 二 下课了 你怎么还不回宿舍呀? 三 我昨天到医院去看病了 四 我不是告诉你 晚饭后不要锻炼身体吗? 五 你今天复习课文了没有? 四 听后做练习 一 听后判断 明天咱们班一起出去玩 你准备吃的了吗? 我不去 你们去吧 为什么? 你有什么事? 作业还没做呢 你昨天不是说你做了吗? 我说的 我说的是丁绒 一 女的不和他们一起出去玩 二 女的准备吃的了 三 男的知道女的没做作业 四 丁绒 做作业了 二 听后选择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我去阅览室看书了 你不是说你要去看法国电影吗? 没有 我是说今天晚上要去看电影 票买了吗? 没买呢 去的时候买 而且我要看的不是法国电影 是英国电影 一 女的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二 女的想看什么电影? 三 女的可能什么时候买票? 四 听后画出聚众音 一 你不是不想告诉我们吗? 二 你没有听说这件事吗? 三 你看见你的成绩没有? 四 晚饭吃过了没有? 五 我早就知道他在这儿 六 别急 没关系的 慢慢写 绘画 一 课文 一 你去哪儿了? 昨天下午 你去哪儿了? 我去参加一个中国朋友的婚礼了 是吗? 谁的婚礼? 王明姐姐的婚礼 王明怎么不告诉我呀? 婚礼怎么样? 很多人都去了 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聊天 祝福新郎新娘 很有意思 太可惜了 我没去参加 没关系 你等王明结婚的时候再去吧 是啊 看来 我只能以后参加王明的婚礼了 二 这一个星期 你做什么了? 波维 你怎么这么早就在看电视? 没事做 所以看电视啊 作业 作业 做了没有? 做了一点 你不是说 没事做吗? 那你快点 做作业吧 别急 我一会儿就去做 放假 这一个星期 你做什么了? 早上十一点起床 吃午饭 下午看电影 晚上七点半学习 十点半再看电影 天天看电影 明天上课前 你能交作业吗? 没问题 这些作业 容易得很 容易? 我看看你的作业 你看 这儿不对 是吗? 没关系 我再写一下 你太不认真了 对不起 安德老师 下次 我一定注意